台湾经济部标准检验局 携手车辆中心 日前启用了台湾第一座国际级的 节能轮胎能效实验室 这次加码增加了 湿地抓地力测试道 以及滚动足力实验室 协助台湾的轮胎产业迈向 下一个里程碑 透过镜头带您直击测试的过程 来到车辆中心内的 湿地抓地力测试道 远方指使一台测试拖车 母车定速65公里每小时 行驶在洒水的测试道路上 经过指定地点 拖车下方的第五轮 装设有标准轮胎 启动刹车装置 进行抓地力测试 为了要让国内轮胎厂商 接轨国际 除了建制全国首座 国际级节能轮胎能效试验室 检测轮胎的滚动阻力 这次还加入湿地抓地力 以及滑行噪音测试 符合国际轮胎发展趋势 湿抓滚组噪音 在轮胎要进入市场前 都必须要符合最低门槛 那除了符合最低门槛以外 厂商也可以依照自己产品的特性 来给它分等级 那通常噪音会分成两个等级 那湿抓跟滚组各有五个等级来选择 车辆中心表示 国内轮胎产业每年产值约 340亿元新台币 其中外销产值约200亿元 目前先从小客车及小货车轮胎 进行测试分歧 未来才会朝上大客货车轮胎进行测试 伴随全球市场对节能轮胎需求增加 有效提升轮胎产业外销的竞争力 西他人雅热电视 叶喜红台湾彰化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